把你现在最原始的状态 现在的分数把它记录下来 那拍照的话呢 我这边习惯会用那个什么 这边有一个小软体 或者你们可以自己再找那个截图软体 这个是画面截取的软体 它类似就长这样 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打开之后 这个就是一个 它是免费的 那如果像你要截图 像我还蛮习惯用这个软体 这个比如说你现在的状态 你们可以怎么样 比如说你现在的分数 或者是说呢 你们的那个 这个等级画面啊 等等的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等级画面先照相 比如说好像你们另外一个画面 是不是 进去反正呢 你可以找到那个 你现在等级 因为好像有些同学呢 是之前没有的 那你可以从这个 你的贡献里面 然后也许你们就是先帮我 先记录一下你 目前的等级 跟你在两周之后的等级 有没有什么改变 反正一个这个最原始的 你拍照的话 就是用这个方式把它拍照 这个方式 然后顺便把你自己也拍进去 你现在你的账号 然后把它照相之后把它复制 甚至你也可以在这上面 这边有个Job 我觉得这个做功能还蛮好用的 就是你可以再确定一下 Job 这边可以画那个什么 你可以确定是你自己 那你目前的等级 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标示 然后让我知道一下 你目前的等级 那把这个资料 你就直接把它Copy一下 干脆我们全部都用 那个云端的作业好了 那你就直接在哪里呢 在你的云端硬碟上面 然后你可以新增一个什么 新增一个这个Google文件 你把资料怎么样 把它放在那个Google文件上面 比如说我把它放在一个TEMP底下好了 这个它可以建资料夹 比如我这边一个TEMP资料夹 然后你新增一个什么 一个文件好了 那以后的话 我们因为这门课跟那个云端应用有关系 所以以后呢 尽量没有必要 你就不要用Word 或Excel或PowerPoint 你就直接用云端 因为云端上面 其实都提供给你该有的 包含就是Google的云端 的那个试算表文件 文件就我的 简报的话就是PPT 有没有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然后并且把刚刚的那个图 Ctrl V贴上 那这一张就 就会有这个了 我习惯是在这个外面加个外框 然后你就会 然后底下的话呢 也许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些 之后的也许 就是说做一些评论 然后也许把相关的画面截图 然后将来我会请各位绞交作业的时候 你再让我知道一下 你的就是这个今天的画面 也许先把它留下来 哪一天的 你也许你今天的画面 然后到之后的 那个什么时间点 你又增加多少分数 大概也许 大概简单的这个一个评量 那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 也许下个礼拜 因为没有上课 所以 也许你就找一些 也不用跑太远 你可以附近也没关系 或者说你可能刚好已经计划 正要去哪边玩的话 那也都可以 没有关系 那我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怎么样结合云端跟APP 那接下来我有Google地图 第二个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说 如何利用Google去旅行 那刚好 因为最近疫情 没办法去哪边旅行 所以刚好去年 最后一次去出国旅行的时候 就是刚好是 我的部落格里面 从那个2019年的那个 从北路玩到京都的一个心得 然后这边有写一些 因为我这边有写一些叙述 那到底要去哪边玩 刚好是七天 所以就买了一个那个 这个什么 JR的那个关西北路的七日券 那刚好就是可以玩七天 那所有的车票就用这一张就OK了 那我们刚好归后来几个地方 其实在跑蛮远的 从那个最北 然后一直玩到关西 玩到我是觉得有个地方还蛮值得去的 一根这个船屋 现在跑蛮远的 而且天桥利我们还有去过两天都去天桥利都经过了 那还有一些说明 那另外的话说真的 这地方我有做一些记录 部落格把它写下来 但是其实有些东西难免会忘记 那忘记的话 有时候你要回想 没有一些可以知道的 有时候其实要写一些邮寄 回头就会总觉得少了什么 所以 这边有 我的时间是2019年的9月5号 然后回程 9月5号回程定 9月11 对7天嘛 5、6、7、8、9、10 11刚好7天 那问题是 这几天到底我做了什么事情 其实跟各位分享一个 就是Google的一个功能 它叫什么 时间轴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这时间轴 其实还蛮好用的 时间轴 那时间轴 比如说我想要回想一下 我那几天 9月5号 一直到9月11号 我到底去了哪些地方 待了多久 然后做了什么交通工具 拍了什么照片 那些我如果要靠我的记忆力 可能已经大概忘差不多 但是怎么样恢复记忆力最快 其实几个方向 第一个时间轴 那特别注意 时间轴就等于是把我 其实我做 用时间轴大概已经用了 从2012、2013吧 用到现在 所以哦 而且每一天的记录都非常完善 也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想回头看一下 我2019年的9月5号那一天 到底我做了什么事情 你会发现9月5号 9月5号在哪 9月5号有没有发现 各位可以很清楚看到 我做了373公里的火车 然后呢 做了1700多公里的飞机 那开车的话 开了65公里 时间都完整的呈现出来 那我大概秀一下 其实这个我觉得还蛮 蛮清楚的 第一个就是我从家里出发 然后因为我开车了 我开到那个机场附近的 那个一个信用卡 它可以优惠的一个 可以免费停7天的一个停车场 然后它会有一个 这个应该不是开 它应该算是转运 它有一个小巴 那小巴的话呢 大概时间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 所以你会发现它连几点 我早上6点多就出门了 然后才步行到那个机场 时间都非常清楚 那飞机的话呢 飞的总共有 这个什么 搭飞机总共是 3个小时15分钟 飞到哪里呢 飞到关系机场 然后再坐火车 这个也是长途旅行 那从哪边坐到哪边 那因为那个JR的那个票 它刚好这一段完全是免费的 所以我就干脆 我就索性就坐火车 直接呢就坐到哪里呢 坐到这边 那刚好住的地方 就是住在那个 就是新干线 的旁边 刚好有一家那个什么 东横的 就是东横的那个饭店 它刚好就是跟 那个新干线的车站共够的 所以我走路 大概走3分钟 走1分钟就可以到车站搭车了 然后这边都有一个记录 然后经过哪里了 所以他最后就去哪边吃 那个吃晚餐 因为晚上 然后又去了 那那当天晚上 就直接什么 就坐到那个什么 富山这个车站 然后去星巴克 因为这个地方 在网路上有人介绍 号称是 什么全日本 那个最漂亮的 星巴克 那就因为这样关系 就坐 坐 新干线 到这边 然后走路过去 去看一下湾 那不过发现 日本有个现象 蛮奇特的 在台湾习惯之后 你会发现 那个晚上路灯都很亮 那到日本的话 很奇妙 即便是大都市 晚上路灯 奇怪都不开 感觉好像很暗 OK 那就 整个行程 你会发现 最后我们就住在这里 那一整天的行程 就可以利用 所谓的时间轴 记录非常清楚 那隔天的话 去哪边 其实点下去 隔天 又可以马上知道 隔天我们就去哪里 我们就先去 那个白川乡 因为刚好 我们住的地 我们住的地方 刚好 就是 那个什么 他巴士刚好 就会有停 停那个巴士的第一站 所以我们就直接 就在那个巴士站旁边 就可以上车了 OK 所以其实都已经规划得非常好 然后 去那个白川乡 那一天 那是九月份 就是 大概是 跟现在的季节差不多 不过 到那边 非常非常热 所以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的话 又回到饭店 我回到饭店之后 其实发现 其实还早 那时候好像才下午 四点多吧 四点多 然后休息一下 就顺便去 因为饭店刚好在车站旁边 就下车就到了 然后回去休息一下 就觉得时间还早 所以又做个心干线 又做到这边 这什么 这有个叫鱼系 鱼系室吧 那就做心干线到这边 那看海 那走一走 那一整天的行程 其实也非常的清楚 隔天又做什么 其实你会怕 因为有时间走 所以每一天每一天 我都知道 行程又从这边 从这个 这边高刚是我们住的地方 然后我们去哪里呢 去黑布峡谷 然后去坐小火车 那时候觉得说 看那个网络上人家介绍 那个黑布峡谷的小火车 应该都要预约 就很幸运的 我们去的时候 刚好完全不用预约 到那边直接买票就上去了 那就坐了小火车 然后就到这边吧 OK 然后就到那个 那个什么 河水里面 就是稍微 泡一下水 泡一下脚 然后就休息一下 又坐回来了 大概一整天 然后呢 又回到饭店之后 其实晚上还有 就是还有时间 又到那个金泽寺 又待一下 所以你慢慢 这个时间走 都很清楚 所以我回头 想要知道说 到底哪一天去 哪些地方 其实行程呢 都会 相对的清楚 不过跟各位讲 它有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百分之一百 确定说 你到底是 做什么样状况 会有一些 它会问你问题 所以 如果说 假如是它有些地方 会出现什么 类似像这样 比如今天好了 切到今天 今天的日期 今天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 它会出现 类似像这样的状况 这个 这边有个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它这边有个虚的 表示说 它有一些问题 要问你 那你可能要 比如点选 它里面就会 有问题说 你是开车 对开车 那你是不是到 原汁大学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可以选其他 如果是的话 你就要回答他 是 它就帮你 记录下了 也就是你只要 到了哪个地方 那你就怎么样 就是还是要稍微更新一下 你的状态 OK 大概是这样吧 那可是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说你要能够做到 每天的时间轴记录的话 可能你还是要 就是做一点点设定 哪些设定 第一个呢 你可能要把你的手机 里面有个功能 GPS定位 要随时打开 因为如果你GPS 如果没有打开的话 那很抱歉 他没有办法知道你在哪里 OK 但是GPS打开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 缺点 有几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说 可能有些手机 如果你GPS 是持续是打开的状态的话 那可能会比较耗电一点 但我后来发现 我的手机好像还好 好像这个问题 没有那么严重 OK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除了耗电之外 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说 你的行踪 就有可能被掌握了 也就是说 你就会被 因为你随时去哪里 那假如说 你的另外一半 对不对 他说 你给我看一下 你现在到底去哪里了 对不对 你的时间轴我看一下 对不对 那你不是说 你要去哪里吗 为什么你时间轴 是跑到另外一地方去呢 那这时候就露线了 那当然了 我是没差啦 因为我觉得 应该没做什么坏事 所以其实即便记录下来 倒也无妨 OK 那好处就是说 我随时可以知道说 我自己的行踪 是到了哪个地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可以试试看 把这个时间轴 也许试着玩玩看 那另外的话呢 跟各位再分享一点 就是说 为什么那个 就是说 有的时候 像之前有同学回去 就试着用那个时间轴 发现奇怪 怎么每次去的地方 位置都不太精确 那可能有一个部分 就是你的GPS 就是你手机本身 那个GPS定位 其实还是不是很精准 那怎么办 我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的心得 就是说 如果你有开GPS 然后呢 也 就是说 常常会定位到 不正确的位置的话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 你可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可以照个像 照一张照片 那为什么要照片 其实 主要是利用Google相簿 因为 我还有启用 所谓的Google相簿功能 那这个相簿功能的话 它 你照了像之后 它会把你当时 你所在的那个 第一个 时间会记录下来 时间跟时间轴 所以我刚好可以match 有没有 第二个的话呢 它 会 相片里面会有GPS的坐标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这两个讯息 经过 那个什么呢 上传到那个Google相簿之后 它会 跟你的Google地图 两边资料做比对 比对一下 你两边资料 时间 如果是吻合的话 那它就会 帮你找到比较正确的 这个地点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请各位 把Google相簿 跟Google地图两个 可以搭配的使用 那Google相簿的话呢 特别注意哦 因为你手机本身 不是只有你现在的那个 网页上面有这个功能 你在你的那个手机上面 也有Google相片的这个功能哦 那你可以怎么把它打开 记得哦 里面有个同步的功能 我建议你们可以使用看看 因为目前的话 只要你设定的时候 选择是高品质 它有一个原始的跟高品质 你如果使用的是高品质 那就不会算你的那个容量 也就是你可以上传非常多的相片上 那就没关系哦 他就不会知道说你的行踪 如果说你的另外一半的话 你知道的话 那你就跟他讲 你的GPS功能要打开哦 然后随时 然后看一下哦 你的那个什么 时间轴看一下哦 就无所遁形的 对哦 所以这就算是科技哦 科技的 所以如果你要对方相信你哦 你就说啊 你把GPS随时打开 对哦 时间轴概念 那我是自己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功能很棒的地方 就是说我回头要写一些游记的时候 我要记录的时候 我会比较清楚哦 而且甚至他甚至连 你搭交通工具 花了多少时间 然后几点几分抵达 他都会有详细的记录 也就是你不需要说 随时还要在那边拿纸本在那边记录了 而且说太多了要记录 记录不晚了哦 另外的话呢 除了时间轴之外 还可以再跟你 因为Google相片里面哦 他还有时间轴概念 所以如果我现在把我的相片切到那一天哦 我可以把那一天所有的相片都掉出来了 所以如果我要写个邮寄的话 就万事都具备了 有没有那你就可以开始回想哦 那一天我到底做什么 就会非常的清楚 OK哦 那我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记录我的生活啦 我会觉得说其实也蛮好的 有的时候有空的时间哦 那就回头看一下哦 就会觉得哇 人在工作上就更有动力了 就会想说哇 满期待下一次的旅行 而且我每一次旅行说真的 花非常多时间在规划 所以哦 每次带家人去啊 当然家人都觉得很满意啊 都会觉得啊 这次旅行真的不虚此心 OK哦 不过其实前提是真的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做很多的功课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那个时间轴的部分哦 谢谢大家